這件結合花壇在地產業專窯和飲茶概念的七茶站 在2012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 空間設計系學生校際淨土中是勇奪銀獎 同學王成浩表示 花壇的專窯產業曾經非常的新盛 但目前已趨於沒落 他們從文化轉換的概念出發 希望能扭轉磚頭奔中的形象 帶給紅磚新的生命力 我們想說希望讓花壇像這個地方 能讓它以前那個八怪窯 就是盛產紅磚的景象是讓它重新再翻花起來的 然後我們是藉由一些紅磚的體驗 跟利用紅磚的新氣法 或是一些比較特殊的空間經驗 去讓人在我們這個建築物中 讓它有體會紅磚 不同以往的紅磚那種比較舊舊的或是很笨重的意象 然後它是用比較新的 比較符合這個時代的感覺是被呈現出來的 另外一組獲得佳作的作品 iPhone 4s以知名的鳳梨書店家 圍熱山丘作為空間改造的發想對象 我們就加強了它文化導彈的地方 利用它後面的工廠 然後下去進行了改建 然後我們在設計的部分 我們設計的是一個可以體驗鳳梨生長時序變化的一個空間 希望人走在裡面的時候可以觀察到鳳梨的生長 一直到它成熟到最後的一個部分 指導老師胡榮俊強調 今年競賽隊伍多達五百多組 參賽者也是以大三學生為主 大夜空設系大二學生能夠南瓜一贏三家座的成績 真的很不簡單 我們系上很榮幸的總共有二十多件參與 那這次比賽總共分成三階段的競賽 首先在五百多件作品當中 先選出前六十組的那個作品 那我們系上這一班也很榮幸的 有四件作品入圍前六十名 就是佳作 為了提供學生觀摩學習的機會 空設系特別舉辦的全國大專室內空間設計鏡圖 大夜空設系作品展 即日期到五月十六號為止 歡迎大家踴躍前往參觀大夜人新聞 劉新校李閨妹採訪報導